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 礼拜二下午的2点44分 果然今天出现大涨 111点 昨天跌130几点 今天几乎又要回来了 所以昨天去砍电子股干什么 昨天从开高102点 到收盘跌130几点 MSCI效应固然是存在的 可是很多人在追传产 然后在杀电子 我之前讲过了 依照我个人的经验 每年固定2 5 8 11 最后一个交易日 新的权重盘获生效 所以这一天最后一盘 一定会急拉高或者急杀低 可是出现这种状况之后 隔天一定会颠倒走 所以昨天那种行情 我相信也没有人敢告诉你说 礼拜二会涨 因为毕竟昨天是一根 又是一根200多点的棒子 昨天又是一根200多点的棒子 加上外资也卖了157亿 加上中印边境 发生了一些零星的冲突 欧美股市的部分又跌 所以谁敢说会涨 我看市场上只有零和燕而已 包含8月20号这一根 跌600多点 售盘跌400多点 那天我也是讲啊 敢买就赚大钱 低点出现 你看讲完之后连涨5天 从12200点涨到12900点 一厘起来又再800点 所以事后你会发现 我的分析其实都是很到位的 这个市场经验很重要啦 经验值很重要 昨天强势的传产股 今天全部又走落了 昨天强的航运股 今天大多数走落 昨天强的纸类股 今天也是走落 昨天强势的积淀类股 今天也是走落 今天也是走落 包含昨天最强的 绿能 锋利发电 兼锋利发电 你看从上尾头 永贯四季刚 也全部走落 太阳能的部分 昨天最强 今天太阳能的部分 也是全部都下来 茂迪跌5% 对 联合再生跌1.7% 昌和跌2.2% 所以昨天讲了 追强势股 感觉好像是对 跟着方向走 感觉上是对 可是现在行情轮动那么快速 你今天涨 你去追 那明天如果又涨电子股 你是不是又要杀传统产业去追电子股 就被我说中了 今天是因为电子股起来了 所以我不喜欢这种做法 你们长期看我节目你们知道 我喜欢像猎人躲好趴好看清楚再射击 这样才不会浪费子弹嘛 如果说股市如战场 那你在战场上面跑一跑去 是不是很容易中弹 那还不如趴好看清楚了再出击 这样反而才是长期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最来追去一直在最强势股 长期下来你会发现 你付了一大堆手续费 不一定较好 不见得比较好 昨天美国股市跟欧洲股市下跌 道琼跌了223点 道琼跌223点原因你要知道 但昨天银行股跌了2% 昨天沃尔玛跌2% 迪士尼昨天下跌 昨天穿上产业本来就比较弱 波音也跌 可是跌到200多点这里面也有一个原因 昨天道琼成分股换了三家 有三家替换掉 补进来另外三家 这个一进一出之间 就有微妙变化 你知道这里面 全球第一大药厂辉瑞被替换掉 进来了安静 安静也是大药厂没有错 那可能大家会认为说 因为安静股价200多 辉瑞股价只有三十几 所以进来高价替补低价的 应该是比较正确 那其实不一定 你知道辉瑞目前总市值 2100亿美元 安静的总市值才1400亿美元 两者一替换之后 道琼无形之间就少掉600亿美元 少掉600亿美元 指数就被吃掉一些了 对不对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道琼 三档替换掉 递补进来三档 这个之间对于指数就出现了微妙变化 这也是有原因 所以很多事情你要看细节 不是看表面 昨天反而纳斯达克继续创历史新高 昨天美国科技股还是继续强 昨天美国几个重要的东西 昨天苹果股价分割 你看现在变成129 原本是500多对不对 一股换成五股 所以一股换五股之后 价格低 吸引更多的人 昨天涨了3.3% 昨天特斯拉一股换四股 所以原本2200美元 变成500多美元 所以昨天特斯拉大涨了11% 因为它这边是错误的 特斯拉昨天是大涨11%的 因为价格更低 吸引更多人投入 那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包含 Intel涨1% AMD涨6% 高通博通都涨1% 这个你要了解 之前高通在IC设计里面 是最大的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现在全球IC设计 第一大厂 已经变博通了 高通是第二大 因为博通的营收 已经超过高通了 所以现在IC设计 全球第一大是博通 第二大是高通 第三大是灰达 NVIDIA 第四大就是联发科 所以联发科其实也是蛮肉脸的 那我们另外还有两家 瑞宜跟联勇 分别居第九跟第十一 也是台湾之光啦 也不错啦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 科技股还是相对较强 所以纳斯达克昨天 继续创历史新高 那美国科技股强 反映到台湾这边来 电竹后期就进行 所以昨天我就跟大家讲过 你这样追来换去 不然会让 礼拜二依我的经验 股市会涨 而且电子股会再回来 你看今天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船船走落电子股又上来了 今天强的电子股很多啊 可是有很多都是高档 掉下来反弹的 那不可以堆 比如说什么 PCB啊 对PCB今天大涨 可是它是大跌之后反弹的 因为高档 套的空单还蛮多的 还有一万四千九百张 所以说PCB不会跌深 因为空单太多 可是涨高了你去买风险也很大 那就不要看啊 像中股票没有必要去看啊 强短线我没意见 可是会计你要会出 像南电今天涨停 最近是不是也是慢慢走低慢慢走低 从145已经回到120 这样拉到25号起了 25号就两成起了 这样就两层啊 空单又有5500张 所以今天强势的有些是 最近跌深弹上来的 不是真正底部的 那些我就不建议大家 尽量找底部的 尽量找底部的 底部业绩好的 我们来看国阳 昨天国阳跌三毛 今天涨五毛 所以昨天跌 一点点而已嘛 何必那么在意呢 是不是 你看国阳 昨天外资继续加码国阳 四百多张 你知道我大概算了一下 外资买国阳 在八月份 总共买了七千多张 那你七月份买国阳 均价大概就在三十块附近嘛 对不对 所以外资在三十块钱 买了七千多张国阳 那我请问你 国阳会去吗 外资在三十块钱均价 买了七千多张 现在在二十九号码 会去吗 一定去的嘛 因为目前股价 还在外资的成本区嘛 反而七月份的时候 外资卖了一千五百张 均价大概在二十六块钱 所以很奇怪 外资卖二十六的国阳 买三十块钱的国阳 但卖了一千五百张 买了七千五百张 买更多 所以代表他还是看好的 那我们是多少 我们是二十六就开始买 还是跟他参加除权 那其实没下 他只是原地踏步 那个跌的比较多 是因为除息的关系 你把他还原全职回去 其实是原地踏步 原地踏步我们从二十六买 扣掉除息的一点六 新本村二十四块钱 二十四块钱给二十九块钱 也二十几% 一顾的时间二十几% 划算嘛 也可以嘛 所以不需要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对 给他时间 他自然会给你利盾 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 国阳只要三十点八一过就冲出去啊 你看三三二四双红也是啊 我整整讲双红讲了五个月 我把银红成长到两百五十一 五个月一百万 赚一百五十一万 会否划算嘛 需要换来换去 跑来跑去吗 也不用嘛 对不对 所以对的方式 对的股票 给他时间 涨涨跌跌 方向出来 你就会赚大钱了 我这种方法 其实就是最简单 而且最会赚大钱的方法 股神巴菲特也是这样做的嘛 只是他们团队比较大嘛 花了很多钱 找很多专业的人士 在研究产业面 未来看好的股价还在低了 就开始一路布局了 但股神巴菲特报的会比我们久 我们长的话 大概四五个五个一个大坡段 短的话大概两个月 一个小坡 一个中坡段 短的话大概两三个礼拜 一个小坡段 那股神巴菲特有时候 一买一爆 好几年啊 所以他赚会赚很多 因为要爆好几年啊 当然我们不可能 像他们的铺这么久 双黄我就不再提了啦 因为已经都出掉 我就不再提了 润泰泉连涨五天之后 今天稍微压回 无所谓啦 没多啦 我还是昨天还是持续加码 已经年月第五天啊 这个你如果有兴趣的话 有下来赶快接 这个又起跌的 每股净值152元 一年探十六块的公司 这种就是安全会赚大钱的股票 今天台积电跟联电 都跌升又上来了 这也拔清嘛 对叠升又上来了 台积电也是 台积电没死啦 你放心啦 因为台积电忘记还没有来 苹果单还没有下来 等苹果单下来之后 会连续三个月营收 冲出去 那个时候台积电还会再冲 所以台积电高点还会再破 你不用想那么多 我一直跟大家讲 川普在寻求连任过程当中 他不会让股市下来的 如果下来他就选不上了 你看我讲完之后 美国股市是不是 跟我讲的一模一样 对 我已经说两个话了啊 讲两三个月了啊 美国股市一直上 一直上一直上 很高了 景气没那么好 疫情越来越严重 又如何 川普要连任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嘛 对不对 所以你放心走 在美国投票前 你放心的做 涨高的当然就不要去买 因为行情是一直在轮动 随时有人在接棒涨 随时有人交棒在跌 所以 涨高就不要去追了 很多最近都跌很深的股票 联发科也跌很深啊 对不对 3034联勇 很多机的 我没可能每个人都在说 3083 对 进去很多大跌的股票啊 所以不追高 这个方法 这个原则是对的 只要你坚守这样的原则 我相信你可以 安安全全 我冒 昨天跌今天涨 这随时就冲出去哦 这三百骑人就冲出去哦 这个礼拜营收发布出来之后 还会有好成绩 因为公司已经预告了 第三季业绩还会比第二季 成长四到六趴 一样会一股赚七块钱以上 甚至于赚到八块钱以上都有可能 因为下半年业绩都比上半年来的好 原项今天一开盘 开盘前我就跟VIP会员讲了 一百七 最低就一百七啊 涨到一百七十五 收盘一七十四点五 原项是一些穷哦 因为原项除了任天堂订单以外 包含真无线耳机 主动降噪的晶片 已经接到 已经接到联想 跟接到 Toshiba订单了 那今年度只要出新款手机的 几乎都有同步出无线耳机 真无线耳机 所以接下来无线耳机 将会是一个大热门的商品 因为几乎很多品牌都有出 包含苹果的无线耳机 原项也有份 应该也有份 所以原项六月营收历史新高 七月营收历史新高 紧接着我估计 八月九月十月 这三个月营收 也都是历史新高 那这波修正三十天 已经结束了 随时也会开始叮咚 这都走的未来 有得你都叫 对啊 经电现在底营打得差不多了 现在就等突破三十二块钱 三十二块 站起来就开始叮咚啊 这次回档三十天 第三季业绩会在成长 老闆都这样说啊 不是我说的啊 连老板都这样讲了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 等着点火而已 只要一点火 马上就烧起来了 你看今天强势股 那么多 几乎都电子股 那昨天电子股 乌七妈黑 昨天大跌的身家电子 今天又上来了 今天又上来了 但这里指标有点高 你如果说想要操作的话 八百五以下再说 不是涨高就可以买了 不一定啦 有时候等它低一点 效果会更好 我个人觉得还是等低一点 会比较好 那经测还在打底 我觉得经测这支股票 你可以注意 今年获利会创下历年新高 股价完全没有涨到 之前在当股后的时候 股价有1500 现在股价剩700 反而业绩是更好的 上半年已经12.5了 去年上半年才6块钱而已 去年上半年6块钱 今年上半年12.5 已经成长了一倍 只有股价反而完全没有涨 但这种价格700块钱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接受 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价格的 我觉得经测这支股票你可以注意 也是一档底部的机油股 那今天平概股的部分 有几支股票表现很强势 大力光 大力光也真的跌很深了 几乎是完全没有涨到的股票 浴金光 浴金光也是跌很深了 对八百几块 流到像五百几块也拌很轻 今天两次镜头股都分别涨了4.5%到5% 今天最强的6456GIS 大涨了5.7% 3673TPK 今天涨停板很快 因为今天消息传出来 新的iPhone在触控贴合的部分 已经排除掉大陆的厂商 完全由这两家公司通吃 如果这个消息是正确的话 那么这两家公司当然就是 最好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两家 这两家给我表现要注意 尤其TPK 每股近十八十几块钱 股价也蛮低的 平概股我的建议 听清楚听好清楚 平概股的我的建议 尽量等它产品发表 听到没有 因为这次苹果开始出5G手机 它会有高价的 跟低价位的 那低价位的一定是量会比较大 因为便宜会吸引更多人 问题是低价手机 它一定要压成本嘛 所以在压成本过程当中 你要去看最好是等它发表之后 因为这次会不会是在10月发表 还是9月就发表了 这个关系到订单会不会遞延的问题 所以尽量等发表 看过它的功能 看过它内部的规格之后 确定谁有订单 利润怎么样 那时候再来做平概股 会来得比较安全 否则你看连可乘 都已经退出平概了 可乘都已经 工程都没掉了 台上工程都没给人 退出平概了 那原因也是因为压价格 长期压价格压到受不了 不要不跟你玩了 所以平概股因为有这样的风险存在 有这样的问题存在 所以不管是台郡 或者是真顶 尽量等什么 只要是平概股尽量等 心机发表 看清楚它内部的零件 那时候再来说 会比较安全 旺宏注意哦 外资连买七天哦 今天虽然小跌 一家近年没关系 旺宏拿到任天堂 独家记忆体的供应 包含游戏卡 独家记忆体的供应 同时也开始进入旺季 这后面随时会冲 够一太够了 外资已经连买七天了 你布局这种股票就安全嘛 你不要小看它 真的怕起来是很恐怖的哦 旺宏冲起来也是很可怕的 那今天历程有开始转强的味道 今天历程有开始转强的味道 外资已经卖很久了哦 只要外资一回归 因为外资持股也是六十几% 只要外资一回归 也是会起的 今年业绩每股获利九到十块钱 比去年的七点五大幅的成长 那这种大幅成长的公司 股价完全没有表现 这也说不过去 这种股票其实都是要值得留意的 强势股很多啦 没有办法一两个一两个跟大家讲哦 电池的部分 康普跟美琪马 连刷起两天 可是业绩是最烂的 尤其康普 尤其是康普 对康普业绩上半年之后 一毛钱而已 股价六十几块 所以这种反而我比较不会那么在意 较不会尬意啦 加百玉 低价位的先涨 反而赚大钱的两只 新普跟顺达还没有动 这两只股票才是后面真具爆发力的 已经整理三个月了 新普也是整理两个月了 所以最均的行情有点偏投机 低价的先跑 业绩烂的先跑 好公司都被闷着 代表什么 代表主力部队还没有动 那主力部队要动 后面就要有一段行情 来让他们动 所以这个行情后面还会有的 尤其我连续几天跟大家讲 大盘万三还要跌 大盘如果一万三要过 已经四半没跌了 接下来一万三如果要过 金融股一定要表态 金融股一定要表态 否则靠电子股已经四次过不了关了 所以金融股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 一直跟大家谈下去 还有很多好公司 股价还在底部还没表现的 都可以留意 你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来找 我来找这种探大钱 今年探大钱还没去的股票 我们一起来投资 我们一起来合作 我们的副专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网织绩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控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实险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